我们这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比亚斯 哈德洛克酒店为例呈现 武力风环队拳王争霸赛 走进拉斯比亚斯第七季的比赛 下面这一场中国对美国男子140%对抗 有请本场比赛 红方WCK世界节奥带拥有者 来自武力风军类赢 有请到泽奇 大家好我是邓哲奇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拉斯比亚斯 这是不光比赛要赢 钱我也要赢 第32得12番 中国代表 目揀成中的 VCK Josh 位 ihm庞里 κάpie 介绍 指料 杨曹君 与 Devil 五分 cinq 白色的 质素 elle贵了 135区 上面 5 4 3 3 罗 tercer 非 101 wins with 15 losses This man's a WBC Muay Thai Champion a WCK Muay Thai Champion and two-time WLF Champion I present to you Lerdzilla Dong Zeki身上那条WCK的世界级交代 就是他第一次走进拉特别亚斯的时候 打败勒斯拉获得的 虽然在此之间他们反复不顾进了多场比赛 但这一对素敌没上比赛 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他就是Dong Zeki And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ack with gold This man originally from Thailand His record stands at 101.15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he is Lerdzilla Obey knife mind and court yourself Go back to court Fight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争霸赛走进拉斯维加斯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男子63.5公斤 140磅的比赛 红方是我们的太决小侯爷 Dong Zeki 蓝方是勒德斯拉 要是说到 Dong Zeki跟勒德斯拉 已经是很多次的对手了 Dong Zeki 2012年拿到WCP的冠军 中间失去 然后2013年又左回 勒德斯拉和邓德斯拉 和邓德斯拉在WCK和WF的金腰袋中呢 双方都进行过争夺 双方会有胜负 邓德斯拉和邓德斯拉 而且是一个在泰拳手里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的拳法呢 这个到处透着这种胸劲 而勒德斯拉在整个的比赛中 也是一直保持这种所谓的王者风范 在之前的比赛呢 勒德斯拉的胜率也是非常的高 勒德斯拉呢 本人也是这个拉德门的和WMC的冠军啊 还曾经KO过这个赢 在这个美国的特别是拉斯利亚斯的比赛中的 赢率也是一个很高的拳手 两个人的打法都是属于这种快攻行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试探 毕竟也认识了这么久 两个人也打了很多次 勒德斯拉这个后闪很漂亮 邓德斯拉这个后闪很漂亮 邓德斯拉这个后闪很漂亮 实际上刚才那个摆拳已经很突然了 但是泰拳手就拥有这样的这个反射神经 很多我们的泰拳手的这个后痒的这个 哦 变线踢啊 弗拉斯拉接水摔 双方在找机会啊 邓德斯拉前后手的连接 滴滴扫 勒德斯拉估紧的顶线 正当 还你一个 邓德斯拉这个正当还是很 打得很有力度 邓德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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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德斯拉在这个WCP和WF 这两条金腰带上 两个人可是争夺了很多次 第一位接高位 相当来说我个人认为东东齐的这个拳法的 眼界更开阔一些 刚才是脚一滑 这四个人认为东西的 这个阶段是很可爱的 就是这个人认为 就是刚才双方 对对方的 一个正灯的方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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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